主耶稣 我感谢扎美你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摆上 为我掰开 耶稣受的鞭伤 我已经得了医治 耶稣受的刑罚 我已经得了平安 主啊 不管我知道的疾病 还是我不知道的疾病 这一刻我奉耶稣的命令 从我的身上出去和离开 我吃下耶稣的健康 吃下耶稣的完全 如果你家人身体软弱又疾病的 你也可以替他领受圣参说 主啊 这个医治 因着我的信靠 也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 发生在我最爱的人身上 他也得到医治 得到完全 感谢扎美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举起手中的杯 我们也来祷告说 主耶稣 这是你的宝血 为我流出 你的血流出 是洗尽我一切的罪 今天在基督里 我已经罪得赦免了 主啊 我是公义的 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恩典 洗尽我一切的罪 耶稣 你的保护 你的供应 领导我 也领导我全家 我是你所最爱的 每一天 都在你的恩宠里面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不好 如果你方便的话呢 你可以站起来 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 牧师要特别为你来祷告 我看到有一些人 你正处在征战当中 你生命中有一些 很大的挑战 摆在你的面前 记得上帝为你征战 因为你是他所爱的 可能你说 我表现不完美 我也不好啊 我也不够热心啊 我很软弱啊 我也不够圣洁 上帝会帮助我吗 记得不要用你的肉体 来定义你自己 不要用你肉体的倾向 来定义自己 上帝是透过耶稣的宝血 来看你的 他说孩子 你是公义 是圣洁的 我站在你这一边 我要来帮助你 我为你征战 不管这个事 是任何仇敌的脚脑也好 是某一个环境也好 还是某一个疾病也好 或者是某一个 很大的困难也好 就在现在上帝说 孩子 我为你征战 我为你征战 哈雷路亚 弟兄姊妹 调整你的思维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神 为我们征战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已经原谅你们了 我要供养你们 一切大大小小的人 因为他的儿子 耶稣的血 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他已经原谅我们 每一天犯的罪 每一天的软弱 他都已经担当了 赞美主 我要为你来祷告 主啊 你的恩宠 降临在每一个 听到的人身上 正如当彼得传讲 罪得赦免的时候 圣灵便来拥抱 哥尼流家里的人 就在今天早晨这个时候 圣灵你厚厚的来恩高 高默每一个 聆听你话语的人 圣灵你来拥抱每一位 你与每一个人同在 我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未来的一周 上帝的恩宠 在你的生命中运行 在你生命中的 每一个领域运行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一切的冠状病毒 远离弟兄姐妹 也远离弟兄姐妹的家人 上帝的保护平安 在你的身上 无论你在中国 在世界各地 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要惧怕 你是有超自然保护的 你是有超自然供应的 上帝与你同行 感谢扎美主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 平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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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